你如果怕別人連錯你的電腦 那你就是在這個 剛剛這個設定把它打開 按右鍵Manager這裡打開 打開會進到它的那個設定的畫面 那它是用網頁的方式 然後在setting這個地方 它這邊有一個security 安全設定 你可以在這裡把你的電腦加上密碼 那以後人家要遙控你這台電腦 就要需要打這個密碼才能夠遙控 這樣子就不會被人家弄錯 就不會被弄錯 那或者是你改你的電腦名稱 你那個中置電腦名稱這邊去把它改掉 這樣可以知道說 你要確定說是哪一台是你的 因為我們如果用我這個方法 其實叫我們全花連線都是這個區段 10.100 所以我可以在我這裡遙控到別的學校 如果那台有裝Unified Remote的話 我可以亂搞 但是前提是我要知道它電腦有沒有開機 要連得到才可以 所以只要是同一個區段它都可以連 都可以連 就你要設一下密碼這樣子 在這幾個月 那你已經有開機 那我可以在這幾個月 就要來發生 你會不會被人家弄錯